我们会见面的,我就是Terence Steel 所以今天呢,我会教你们怎样把你们的这个三脚机弄得又圆又大 第一个是做着硬推 我们专攻我们的这个前三脚机就是前面的 这个有点不一样哦,这是我自己独创的,我自己自创的 效果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钢铃,对吗? 所以我们的手要紧握 没有拨的,就是这个是比较内一点的 内窝 so,记得不要把你的这个手臂打开 一定要保持这样子的这个距离 当我们把它推上的时候,这个钢铃推上的时候 我们的肩膀,胸前一定要往前 撑着两秒 one two 下的时候,记得不要把手臂打开 一直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上 向前 one two up one two 看起来容易,但是这小季节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你基本上是不能够专攻到你这个前三脚机 记得哦 one two 哦 会吗 会吗 OK,这是第二个这个三脚肌的这个运动 这个呢是硬推 OK 做这硬推 现在是旁 旁三脚 两只前 现在是旁的 待会我们做后的 OK 现在是旁的 OK 当你下的时候这个钢铃基本上是在你的鼻子 看到吗 鼻子擦肩而过 这个 这个宽度 就是对了 所以这样子 不需要到胸膛 你一到这下巴 就能推 急上 硬推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推的 快 但是不能太快 就像这样 基本上是错的 我们基本上我们要 这样子的速度就刚刚好了 OK 接下来这个是 一样 做这硬推 但是是后三脚肌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这个钢铃会经过我们的头部 还有记得拿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好驼背 我们要挺胸 挺胸不只是漂亮 它能就是说 保护你的这个脊椎 这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记得 OK 速度也不要太快 基本上两秒到下面 然后一秒推上去 就这样 One And Two And Push 一 二 然后推 一 二 然后推 一 二 推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们的运动 最后一个的workout 所以有点不一样 就是刚刚的是硬推 这个是硬拉 但是这个是站着硬拉 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念了我们的 后三脚肌 所以我把它放下来先 OK 这个的不一样是 基本上 这样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一个手 一样这样 歪窝 然后 我们的腰 一定要在45度 然后把它记起来 记得 我们的这手臂一定要把它张开 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这样子是念到我们的背部 是错的 现在我们念的是后三脚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一个手 张开 这样 基本上 杠铃是在我们的大腿 插肩而过 对了 挺胸 然后往前看 不要太快 这速度就刚刚好了 记得 elbow 我们的手臂一定要往外 开 开 OK 我们结束了我们这一个 四组的三脚肌的训练 so 我个人认为 你可以练三组 如果你很有力 如果你很有力 可以练四组五组 都无所谓 我觉得 maximum 五组都已经很足够了 我本身喜欢三组到四组 看 so 一组里面你可以 可能你可以 可以做可能是 13到15 15 15个运动 都OK 没问题 所以我今天呢 会比较关注在于 三脚肌的 三脚肌的这一个 后三脚肌 因为我们后三脚肌 它那个肌肉较小的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个赞 而且是要这样子的 Emoji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喜欢我的这个video的话 记得一定要点赞 还有记得一定要搜索 记得一定要 锁定我这个频道 记得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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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